哈喽大家好,我是金鱼,那今天我们继续玩我们的模拟度会系列 上一集说到Grace和Antoni在同一天到皇宫那些国王 但是因为一些金鱼交合,他们没有办法见到面 所以导致有点错过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那因为今天呢,圣角夫妇还有我们的Messie跟Nawui 很喜欢跟Grace一起吃个饭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个 被组成是这个Kendaleford的餐厅 就解决他们的午餐吧,对 然后这间餐厅目前是由Hard的夫妇来管理 所以你们刚刚也看到就是他在 那你已经准备就续了,对 所以我就让他们一起进去 我就想想要先帮他们在哪里 在他们的座位,对,安排一下 可是看到他们都喜欢往楼上走去 所以要不要我让他们在楼上用场会比较好 我看一下啊 我已经坐在这个楼上的这个座椅这里 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坐在楼上用餐 对,就让他跟Philip一起 诶,但是好像就是这个餐桌只允许就是让一个人就是用餐的 然后现在这个游戏里面也在实施那样什么安全距离措施嘛 对,对,然后我就想说既然这样的话 哇,可能就在Sandra跟Philip就在楼上用餐 至于我们Messie,Stephanie跟Grace我们就在楼下用餐吧 对,然后Grace我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坐了 因为毕竟五个人过来嘛,对吧 总是有一个人会落单 至于Messie跟Stephanie可能就让他们直接做情侣坐好了 对 但是在这之前就先让Grace来稍微认识一下这个Stephanie 毕竟她有听Messie一直提过 但是就是没有见到朋友们啦,对吧 所以趁着这一次机会我来见一下朋友们 对,所以说Grace,这是我的未婚期的Stephanie 然后Grace说,哦,Stephanie教授,你好,你好 曾经听过你的大名啊 Stephanie说,你好,你好,你好 对,她说,因为Grace我曾经有在电视上看过你 因为你跟那个Messie到底是不是有参加过一个节目 叫什么Version Present 对,她说是啊是啊 因为呢,之前想说就是参加这个节目 可能因为Messie也有参与这个电视节目的制作啦 所以就想说要参加这个节目一下 但是因为有一些关系就是 那个最终的那个节目的奖金没有拿到啊,好心痛哦 所以我们到时还没结婚,就是想要等会你们会整这个节目再出来 对,所以Grace就说,哦,这样吗,好 很高兴认识你哦,对 然后Grace说,Grace过后就跟你说 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之后再有这个 Rating Present 节目组的消息了 我就在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就要赶快去参加,然后赶快结合 对,那其实我说这个Rating Present 其实它是一个限时活动 对,满,就是大概已经两年的 两年前吧,两年前的限时活动 对,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在限时时间内完成 所以我就,对,一直拖着 然后我看到他们在吃的这个什么 有点像墨西哥菜的感觉 什么感觉 对,然后是不是说,好啊好啊,谢谢你先了 然后看到,真的后面有点心累的样子 对不对 对,那没关系啦,我们直接先下楼 先吃饭再说 吃饱了再来说这些也不吃啊,是不是 来吧,来吃个饭 来吧,我们就坐在里面 我就让墨西哥西哥两个坐在里面吃一顿 比较浪漫的午餐啦 然后Grace就坐在外面 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说真的啦 我是很想让墨西哥就是全部 不然就聚在一起 就同一个座位一起吃饭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餐你好像就是 很像只有一个人才可以 在一个座位吃饭 就是很遵守安全的距离 这个措施 是的 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帕德他一定做过那些食物 我想说要不要再让他准备多几道餐 因为毕竟餐厅不能只单卖一种食物吧 对,虽然还是个已经很够好 不探东西了 对,这样很迅速 然后等大家吃完后 可能我会让他们跳一下舞 对 让他们吃饱了 对 可能就可以 所以在后面这个 有 就是弹钢琴的地方 我让他来跳个舞好了 对,看到那个 圣角跟Villie都已经在跳舞了 所以 Stiphany 对,等一下我们 让他来跳舞 对,可能 像我说怎样 今天我好看吗 对 通常 女生啊 就是 每天都会问自己的 就是 男朋友 如果有男朋友话 对,可能问自己的 另一半说 等一下我今天 我好看吗 还是什么 这样子 然后我们让跳人来收拾一下晚饭好了 对 他得到做菜 对 那我觉得 以Grace的这个视角 这个视角看到 两对情侣都在那边 那一天 可能 他 会 所以有一点点就是 会不仅联想到 可能说 我这时候就 如果有个人在我身边 可能就会 更好 对 然后那个人 不用多说了 就是 Anthony了 你们也知道 如果有看这个 Moiduva系列的话 你们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 他的前面是Anthony嘛 对 所以可能他这个时候 刚好就 想到 就想到那个Anthony的脸 他就说 天哪 我就想到他了 对 怎么说 就是你身体 你的这个 怎样讲 已经 确定 你不想跟他在一起 但是有时候 你那个 叫什么 下一次行为 还是会想到 那个人 对 那可能就是 Stephanie就跟Missy导演说 怎么样 我在参加完那个 Waiting Pride的节目 我们就 马上结婚吧 他就说 好啦好啦 我又不是就是 不要拖着你 不娶你 是不是 我就想给你一个 就是 惊喜嘛 对嘛 我想送你 一些礼物啦 对 然后我怎么让 家人过来这里 帮忙弹钢琴 所以就 增加一些气氛 有没有 对 所以 就是 有气氛 人家跳舞就更加有一点 情调 是不是 Stephanie教授 他也不是想说 就是 因为就是真的 就是没有 结婚 而怪这个 Missy导演 对 其实他刚刚说 就是有点点开玩笑的意思啦 对 怎么说 他也是教授嘛 教授工作其实非常忙碌 所以 而且Missy导演 他常常都要出外景 对 所以他也很忙 所以 两个人可能真的没有 就是有时间去 可能去注册结婚啦 就是可能想说 等 有时间刚好又 参加完这个 Wedding Prince的节目 他们就结婚也不迟 对 那你看到Grace就是一个人 很落寞在吃 这午餐 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 现在又想到Anthony 他就觉得 哎 怎么办 就发展是要吃啦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Anthony的那里 对 那现在看到这个家 它其实是哈德哥跳人家 对 为什么Anthony跟Richard叔叔 还有那个Royaline卡 会出现在在这里呢 因为 这两夫妻出去做工啦 所以他们就要来帮忙 看下孩子啦 因为毕竟小朋友还很小喔 对 没有人帮忙照顾啦 是不是 所以我就让这个Richard爷爷 来 抱下孙子好了 然后这个Anthony 大伯 就来 抱下孙子吧 来吧 对 然后我就让 Royaline卡跟他们 一起进去好了 让他们 过来 那个客厅坐一会儿 对 我帮他们开个风扇 可能很热是不是 对 让他们 就是两个大男人 抱着这个 可爱的双胞胎宝宝 就是坐下来 对 然后Velenka看到就是 Anthony这一脸就是 很有这个架式抱着孩子的样子 Velenka就可能 就开始会 有点捉弄这个Anthony 他说 诶大哥 看你抱孩子抱 抱得这么就是 熟练 对 你有没有想过 你跟 你跟那个 Grace的事情要怎么处理 然后Richard叔叔叔也接话 他说 是啊 想过你要跟Grace什么样吗 如果真的喜欢人家 你不会再去 跟 她说吗 你想跟她在一起 不好吗 有时候人还是要遵照 依照自己的内心去走 Just follow your heart OK 然后对 可能在Anthony说 哎呀 你们很烦 为什么每次 有吊狗说这个话题 对 但是说真的啦 烦归烦 可能Anthony心里 他也是有这么一点点 就是想要 复合的想法吧 对 但是他又可能 又很担心说 不懂Grace 是不是也跟他 一样的想法 所以 他才这么有意不觉 是这样吗 Anthony 虽然我看你在 逗起来的时候很开心 但是你该不会是这么想吧 对 然后Renika就说 呃 大哥 我觉得你跟Grace 是要赶快解决哦 我还等着你生孩子 对 然后那个 绿椎叔叔也说 是啊是啊 我要等着再抱一个 就是唐孙耶 家里一定要很热闹 要有很多小朋友才好玩的嘛 对吧 对 然后关于这个房子 因为 我有稍微跟 他的跟 Karen这个家庭的房子 稍微改造一下 对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一片的街 放在 右上角 你们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 对 那 Anthony的心思 我们大概都知道之后 我们就跑去看一下 Jolene那里吧 对 话说Jolene呢 她其实 她最近都在很忙碌 学业事情嘛 对 所以她在刚温习完 对 她就可能就出来喝个水 所以她已经答应那个Elisa 她决定就是今天晚上就去酒吧 就是稍微见面 因为反正因为一些事情啊 毕竟两个好朋友的闺蜜 就工作很忙 学习很忙 这样子 所以好不容易抽到个时间 可以见面 对 那我们现在 已经有点像晚上了 对吧 现在已经接近晚上 所以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 主城市的酒吧那里 会比较好 对 我们就去那里 我们就去那里酒吧 也仅此一间酒吧而已啊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对 我们就去那个主城市酒吧 就在右手边这里 对 我们 就 你看对 我们就让Jolene和Elisa 过来这里 对 然后可能Jolene在Elisa 就好不容易就是 工作忙碌结束 对 见到对方 欸 你好吗 我就没有看到你了 怎样最近 读书 还好吗 对 Jolene说还好还好 你看我还生得活活呢 是不是 对 所以 我们 就 欸 但是现在没有人在工作 可能我们就要等那个 呃 Horward 对 Horward 对 他刚从SPA的那个水导馆出来 对 他就 现在就来打他的那个 Part time了 就是打的兼职工作 对 我们就 我们又再叫一杯这个鸡尾酒 对 对 这个鸡尾酒 就是要 2500块 但是我想说 为什么就是旁边那些座位都不会坐下来 对 因为你想像 就没有人会 站着一直喝鸡尾酒的 就一定要找个位置坐下来嘛 这样看起来比较 享受比较高级一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想说 可能让Jolene喝完鸡尾酒 我就让她跟Alessia过去 呃 对 过去 就是这里 这个有点像小小的这个 座位区这里 坐着两天好了 虽然说他们 那个行为是Ponder啦 就是做着想东西啦 对 不是聊天 就是当时是聊天啦 对 然后Alessia说 嗯 这里呢 最近呢 鲁尾一直在感叹这个时光已经 溜走了 是不是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也是有在酒吧一起喝酒聊天啦 对啊 以前呢 就是下完课 我们晚上就约好就来酒吧见面 对 然后呢 我在那里的 遇见了 哎 就是遇见了她啦 对 她说 你当初还跟我说 我的眼光不好 可是 如今想想 你讲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 然后Alessia说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当初我看她一点 我就觉得她 就是不会对你很忠诚 就是 她有点花花公子的感觉啦 对 她是个渣男 那种感觉 对 所以可能 Alessia就想说 你看 你看 就是因为她 你才会摊上这么多事情 连孩子也白白美掉 唉 现在想来啊 那个臭男人 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 太空逍遥了 对 然后酒人想说 唉 算了 既然这种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就别再提她了 我现在啊 我希望我的生活以后啊 都不要再看见她了 现在想想真的是 只是我觉得我以前的岁月 真的有点就是 戳脱掉而已 对 对 然后可能就在她们 就是聊心的时候 度过这个 比较 漫长的晚上 对 那今天 我是想先 提在这里 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可以帮忙按个赞 如果对 模拟度会系列有兴趣的话 可以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通知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好